装脸这个词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啊 我们经常说 那个谁和谁啊长得好像啊 但是您是有所不知啊 最近周杰伦的御用作词人方文山也装脸了 但他装脸这对象吧 还真不能算是个人 因为是秦始皇的兵马俑 此外一个小女孩凭借高超的一字开技术 也在网络上迅速算红 她的技术究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去了解一下 近日台湾地区著名作词人方文山 通过微博分享了一则惊人的发现 朋友从西安回来 跟我说情勇馆里有一尊贵兹勇长得挺像我 打死我都不信 2200多年前的补人也别开玩笑了 和兵马俑撞脸 这个说法乍一听的确像天方夜谭 但在亲眼看到过对比照片之后 房文山本人只好无奈地承认 这座贵兹勇的确和自己相当神似 呃这这难怪我这幼妻多年来一直隐隐作痛 这则微博发布后不久 便成为了网友热议的话题 很快就有人指出 真正的贵舍兵马俑并不是这般模样 方文山贴出的只是一张经过PS的恶稿照 也有网友继续深入挖掘 随即发现兵马俑中的明星脸还不止方文山一人 男演员陈道明刘亚金都可以在兵马俑里 找到自己的孪生兄弟 方文山陈道明你们是在玩穿越吗 十一去西安我得好好找找那个兵马俑 更令人谈眼落惊的是 方文山的金牌搭档周杰伦 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个壮脸的秘密 当时周杰伦在新加坡的一家兵马俑主题餐厅用餐时 就指着餐厅门口的兵马俑雕像 发表了一番相似的言论 对啊 想说因为这个就文山嘛 好吗 换文山啊 好 头发就蛮相兵马俑的 所以